是啊,陆家毕竟是官幻世家,处在朝堂之中,他们的下一辈自然是被寄予厚望的,不管是骡子是马,又怎么可能是放牛吃草的培养方式呢? 如此一想的惊吓,便彻底泄了气,脑袋埋在陆一怀中,声音闷闷地说道大人,我知道你所做的安排都是为了恒儿和生儿好,我就是,就是舍不得,他们还那么小,孩子们总是要长大的。 若是你这个当娘亲的,事事都为他们舍不得的话,还如何让他们学会成长,路易柔柔她的发顶,无奈又妥协地安抚,可是哪里有小孩子生性不贪玩的,我一直以为恒儿和生儿对比真儿来说,已经是足够优秀了,却不曾想,距离大人的要求还远着呢? 惊吓都让着辩解,忽而画风一转,大人,你小时候是不是也被父亲这么高要求过来的? 谈及过往,路易微微垂眸沉思,片刻后,才淡淡到父亲对我姿势管较甚严的,不过那也是在娘亲离开之后,娘亲在的时候,父亲更多的关注点是在公务之上。 从路易的口中,惊吓知晓手绳的由来,自然也就明白娘亲的离开,无论对于路易或是父亲路婷来说,都是一个多大的转折点。 是我问错话了,不过大人,这些都过去了,对吗?惊吓扬起一抹笑容,故作轻松地调动路易情绪。 嗯,都过去了,路易唇角地笑胡威扬,他家夫人总是这么有治愈力,一直关注着路易情绪的惊吓,见他笑了,静止起身,既然大人还有公务要忙,那我就不打扰了。 做什么去,路易却不肯轻易松手了,方才说有公务,不过是不想与他起争执,给彼此留点空间罢了。 线下争执的矛盾点已然解决,路易自是希望他陪着自己的。 我去看看何儿在干嘛,也看看生儿回来没。 好不容易今日能早些到家的路易,见着眼里心里都记挂着孩子的自家妇人,心里有些苦涩,可傲娇的性子又无法直接说让他陪陪自己。 这个时辰,生儿应是还在训练的,横儿大抵是在复习功课,你又何必去打搅他们? 听得路易这么一说的惊吓,张了张嘴,想要反驳一下的,又想想这一家四口的,夫君忙公务,孩子们忙训练与功课,好像就自己一个闲人似的,话到嘴边又转了一个弯。 当,知道了,那我去找娘和一他们聊会儿吧。 路易眉头微醋,心到他这是什么心思,不是向来心思通透吗? 怎么就宁愿陪长辈,也不会想到多陪陪自己。 等惠儿,算了算了,要想夫人陪伴,还是得靠自己主动才行。 还有何事啊大人? 路易有些不太自在地倾咳了一声,线下时辰还不算晚,去一趟成一铺吧。 啊,惊吓不解地看向他,大人不是说还有公务没处理完吗? 路易有些无语地瞥了他一眼,啊什么啊,你没空? 能一起出去的惊吓,自然地忽略了他那略显不快的语气。 不是,那我们现在出发。 二人行走在街道,其实算起来有段时间没有一起出来逛逛了。 难掩欢喜的惊吓,有一下没一下地甩着路易的手臂,被拉着四处跑的路易,终于忍不住伸手圈住那只不老实的野猫。 惊吓笑眯眯地看着他,大人,我发现你真的比姑娘嫁还暧昧的。 维言的路易邪逆了他一眼,不满地拽紧了几分掌心的小手。 哎哟,大人,你别不高兴呀。 背景是了惊吓,不满地说着自己的观点。 你说说,是不是每次我一夸赞你俊俏或是好看之类的话,你心底里都是开心得很。 还有啊,你是不是还动不动就喜欢买新衣衫,这都天黑了,你还要我陪你去乘衣铺,照你这速度,家里怕是又要添置新橱柜了。 听着他叙叙叨叨地说着这些寻常小事,路易倒是没有辩解,也不想想他口中那些自己的新衣衫,又有多少是他亲手被制的。 到底是谁比较爱买新衣衫? 惊吓望着身旁那一脸促暇的俊颜,笑意展开,坦白地应道好吧,我承认是我比较爱买新衣衫,可那都是为了大人的呀。 你想想,那各式各样的款式,应有尽有的布料,渐渐都绅士好看,大人自己穿着心情都会变好,我看着也赏心悦目,多么两全其美的事,难道不好吗? 那张静在眼前的笑颜,路易不由地心软了一半,宠溺地回他好,自家妇人的这点私心,路易自是一直都十分配合的,横竖谁让他就是喜欢满眼都是自己的姑娘呢。 未经许报告